以前我在國際學校教音樂 經常跟朋友說 我從小不會有一個志願 是我的志願是做理財顧問 我用了星期一至日的時間 去教別人的小朋友 我自己的小朋友呢 更重要的是工作時間的彈性 我可以兼顧到我生命中覺得重要的東西 身體健康 一個身體健康 現在我覺得工作上穩定了 自己有更多的時間 還有有能力 有金錢的時間 都會想繼續服務社會 用不同的途徑 大家好 提開保險業 相信身邊有不少朋友都是做理財 其實我自己都有 平時最怕聽到他們的電話 不過有時在上來 就很慶幸當日有買到他們的保障 我今天就會做三個關於保險業的故事 其實他們都是由專業人士轉徵 去理財顧問 讓我現在去了解一下他們的故事 我自己的家裏是獨女 那時我記得我考演奏 即是學演奏級的時候 已經佔了我媽媽的工資大約一半左右 他們很栽培我這一方面 Jesse考完A級之後就沒有立即讀大學 因為當時就為了存錢賣樓 全職在國際學校擔任音樂專科老師 並且在工餘時間兼職教琴 之後就靠半工讀完成了教育大學學位 在26歲的時候就擁有人心第一個物業 一年之後結婚生仔 但是就放棄了月薪七萬元的老師工作 藝員轉行做保險 並且在短時間之內考完所有牌照 我是比較少數 就是自己舉起 我想做insurance的行業 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個行業的彈性 我亦都可以在一個叫做 自己很努力的情況下 我可以盡快去追回以前工作的人工 怎樣 今天回學會不會失敗 好 做什麼頭髮? 誰幫你捉手尾? 你? 是 我自己 你自己又捉手尾嗎? 你說會不會是第一次做甚麼? Hotuber 打電話 你會不會搞笑? 你走上搞笑? 真的? 我覺得他自己選 我不會說你是YouTuber 你賺不到錢 或者你沒有錢 我又不會這樣拒絕 我是媽媽的話 你要這樣走路 路是你自己選擇 我自己選擇我自己選擇 為甚麼有兩元 這裡是同事平時工作的地方 這裡會有團隊的slogan 我看到它在山上 是 有沒有甚麼意思 這個高度 就是因為我們去年都能達到一些比較好的成績 它是很懂得把夢想、理想化成一些目標 減少的東西 它要錢 這裡就能夠給它 而且它的行動力很高 然後它跟我說回到家 煮飯、打掃、家務都是它 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可以有這麼多時間 通常現在擺放在家裡的時間是否都算比較多 如果中了一份工之後 但我自己都還可以安排 我一段時間見一下 有時可能晚上都要做媽媽的角色 是呀 但我想起碼我面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會覺得你做了甚麼 還有你沒有搶工人那些 沒有啊 都是自己的臭飯 你看看我的樣子 我就是一個工人那些 其實坦白說 賺錢是重要的 你感覺到小朋友想 一些好一點的成長環境 或者可能爸爸媽媽 我自己有一個promise給爸爸媽媽 就是每一年我要帶她去一次海外的旅行 沒有下去 下面操場消費 但你當時我轉做保險的時候 你是 你是 你是完全不知道我做甚麼 最初就不知道 但我有想過是要說 沒理由你做教師 你是否從小到大 對我的志願 就是打算我開一間琴行 然後你就可以幫我打理 然後我就在那裡教琴 我又沒有這樣的能力 讓你開一間琴行 不過我覺得你做教師 為人師表是挺好的 為何會做保險呢 但對於爸爸媽媽媽 我都會想給一些好一點的生活 其實坦白說 都辛苦了一大輩子 都想在我還有能力 會否可以給他們再多一些好一點的生活 這一個反而是我 為何在這行中的目標要持續發展的原因 真心我需要有時間去對自己的家庭附帶 而其實我以前可能收入都還可以 但我沒有時間 我想是早兩年 我爸爸有事 身體有事情 就入了醫院 那時候 不要說他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 幸好我是做這一行 我想最深感就是 今年年頭 我們公司有兩個獎座給了我 然後我媽媽轉過頭 發了WhatsApp 把照片給我 她把我的兩個獎座 放在福祉手的旁邊 那一刻 看到照片很好笑 但那一刻我會覺得 其實是一個我原來認可 我的心態是覺得 做保險 會不會騙人的 那一隻 有時聽到他跟客人聊 他好像很老實 但好像覺得他越做越好 開始沒有了這個心態 我的紋身是有三個名字組成的 第一個就是我的兒子 然後就是我爸媽 家人永遠是最大的支柱 所以我就把他紋在我自己的腳上 起碼對我自己的家 或者我自己當初轉行 有所交代 都是一個很大勇氣 我也覺得自己很欣賞自己的那時候 或者你是 quit 了一個行業 去完全由零開始 身體健康 好 你是有鬆的 是 一個 今天就是禮拜日的早上十點半了 現在我們就準備派籌了 那今天派多少合法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合法 是 兩個有鬆 分開這樣給 身體健康 是 兩個都有鬆的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好 慢慢 好 慢慢 大家先等 好 慢慢 先等 其實因為我自己以前都是做社工 做這一行都挺容易 我們叫 burn out 太上心 太累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就生病了 令到我去思考一下 其實我接下來的事業和生活應該如何去平衡 好 身體健康 對於我自己就是會覺得 其實也真的有影響我 我當時一個初出茅廬的社工 我會覺得 為甚麼結婚是否會離婚呢 有小朋友又會成為一個家庭 甚至婚姻的一個問題 我自己都會 其實對我自己的價值觀 都會有少少影響 令到我都會帶著這些負面情緒 怎樣說的時候 會有這樣轉換 最重要是看到你越來越開心 其實他都用回自己的專長 去幫助不同的人 可能以前我們就是用社工的身份去幫人 現在他用他的身份去幫更多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角度幫 可能我們之前是幫一些補救的 他就幫我們一些預備性的功夫 其實那個轉捏點就是 當時我就是幫Dennis 男朋友在公司做助理 這幫人為甚麼這麼開心 很熱情 其中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我想他二十多歲 就是二十歲出頭而已 他就分享到自己其實沒甚麼學歷 但憑著自己的努力 就有一個很理想的收入 然後他就覺得 這個行業真的能夠一分耕耗 一分收穫 這句話其實很打動到我的心 其實本身都是做得開心的 這份工作 只不過是當你要想到自己的前途 譬如我那時候可能只是二十歲出頭 這樣做就當然沒問題了 如果我三十中三十美四十歲 都是這樣做 那是不是可以呢 我記得他還跟我說 如果你不是入這行 我想我們沒那麼早結婚的 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做了 好像入了一年還是兩年左右 就是一年應該他就求婚 然後籌備婚禮 然後就一年結婚 我記得有一次他無意中說了一句 如果你不是入了這行 就是說我之前收入太低了 就不會那麼早可以結婚 那也是兩輩子一起在這個行業 確實收入是比較容易一些 容易一些處理好多人生的目標 因為我來自一個基層的家庭 我其實都很希望父母可以生活得好一點 所以收入都是我的一個考慮因素 而入職之後 其實我的收入都是 我第一年其實已經是我之前的收入的雙倍了 今天他去探望我一個 我入行的時候 他就已經投我信任一票的一位朋友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不過他最近患了一個嚴重的疾病 就進去了護老院休養一下 我見他最近精神一點 所以就想今天去探望他 我記得我那次發訊息給大家 說我去旅行 之後你就回覆我 就說叫我玩得開心一點 但是你就通知了我 說你有腸癌的時候 我也嚇一下 是的 是的 切一些在炎 上個禮拜回去 就好了 安樂 就是叫做徹底底 是不是做了就是徹底一點 放安樂一點 叫做徹底安樂一點 但是 入行我自己就跟自己說 我要做一個保險社工 我不是要銷售別人的 我自己也抱著一個宗旨 我希望是專業去介入的 就是做理財規劃這件事 我覺得原來人生是有選擇的 其實我做社工是因為我想工作有意義 如果我做理財公民工作都是有意義 之餘 我是找到我 我是生活得開心 有 passion 對人生是有希望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玩完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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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來吧 逢星期四就要帶小這個上課 早上送完大哥上課 小這個就上play group 下午吃完飯也要再上 這個臭仔工就叫做Steven 在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跟朋友創業開了IT初創公司 但是他在疫情期間 就選擇轉行加入了保險行業 我以前做IT初創 最差是可以沒有收入的 而且也很不穩定 其實可能每一個男生都有一個夢想 想創業或是想試試 但是現實還現實 長期創業為了自己 或者為了一個夢想去做這件事 而漠視了實質需要 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疫情底下 其實那時候就是因為想幫我 剛剛出生的女兒買單 而接觸保險 都很掙扎 都想了大半年 才最後想著決 就是叫做投身下去 因為疫情底下是困難的 說真的自己朋友都不會想見 或者不敢見 親戚都不敢見 那做這一行 傳統一點的想法就是要出去見一下 那怎麼做呢 就是會覺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後來就覺得 因為都想多些時間陪女兒 都真的需要很多時間 因為初生寶寶 也都自己都很想陪她多些 對 這段時刻是你們 你覺得最珍貴的時刻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會大得很快 對 還有就是 將來大過他們 就是你想他癡你都不容易 所以這個時刻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相處得是最好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暫限大那個都三歲多 我記得當時2020年 他出生了十天之後左右就瘋狂了 是的 所以其實是沒感受過疫情前 家長怎麼臭小朋友 我們都已經不是很知道 因為一出生就可能幾個月大 去哪裡都是戴口罩 這一行很有趣 其實這一行在香港來說 真的自由度是極大的 即你哪一份工作 是自己去定義工作的時間 自己工作的範圍 以及工作模式 第一年我接近賺一百萬 第二年也很接近這個數 我覺得對於新行來說 絕對是不簡單 之前可能他對小朋友的事是少一點 現在他可以四點半就去接小朋友放學 其實小朋友都很開心 你見到小朋友很開心 其實自己都很開心 這個工作是你會多勞多得 起碼你有目標的話 其實你衝過去就會得到 比正常的工作更多 我覺得他是有目標可以衝得到的人 即是他的性格 這裏平時就是你辦公的地方 坐在客廳中間 是的 現在其實很方便 因為有手機 iPad或電腦都可以工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工作模式 都很配合到 我可以照顧小朋友 如果你說形容我為比較快一點 可能我都會認同 工作和家庭 其實我覺得是融合了 你可以說無時無刻 我都在想工作 因為可能我和一個家長見面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工作 當初我們大家都有一個 同年出生的小朋友 透過一些媽媽群組的活動 Steven和我都很積極參與 這些媽媽群組的活動 我們就認識了 我覺得他是沒有那麼傳統的一個人員 還有他比較多時間放在他家 都是一個臭女的爸爸 經常他都會很明白 我們剛剛的一些新手父母 或者新生小朋友的家庭的需要 可能頭這兩年 明君都三四十張單 但因為我自己工作的模式 就是以家庭的服務 所以我實際需要的客人不需要很多 但我都已經做到我自己的生意 其實最重要是 你做這行的時候 你樹立到自己的定位 你的品牌清晰 因為成功的模式是你自己的定義 你可以跟進我的模式 但你不會成功的 可能我是喜歡創業做生意的人 我覺得創業做生意的定義 就是你想走自己的一套 而你又可以在社會上 實現到這件事是賺到錢的 更重要是工作時間的彈性 我可以兼顧到我生命中 覺得重要的東西 很多人都覺得要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回朝過晚六是一份理想的生活 不過其實這種工作模式 的確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像Jesse一樣 一早認清楚自己的目標 希望為兒子父母帶來更好的生活 所以修悠就成為他轉工的動力 而至於Steven 可以實現他多年創業的夢想 亦多點時間陪伴他兩個初生寶寶 的確可以見證他們快樂健康成長 至於Grace由社工轉職去理財顧問 其實不多不少都可以延續他的專長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們更了解 理財顧問這份工作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想了解這個行業多點 可以留意下面的INFO Box 感謝你看米子 記得Comment Share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鈴鐺